多名议员也针对本地的劳动力发展展开了辩论 并认为新加坡必须确保拥有一个以国人为核心的劳动团队 有议员因此预请政府扩大建筑业技工注册计划 以达到这个目标 建筑业技工注册计划是为帮助所有建筑工人学习专业技能 以获得更多升级的机会 议员杨木光认为这有助于培养和留住本地人才 因此呼吁政府加大对计划的支持 白沙榜额级选区议员在那也支持打造以国人为核心的劳动团队 并希望更多新加坡人能在各大企业和机构担任高级职位 官委议员蔡奇生则质疑征收高额外劳税的意义 她说如果是为了减少外劳人数 那可以从限制外劳配额下手 如果一些岗位必须聘请外劳 而我们却要支付高额的外劳税 那就变成了人为的增加企业的成本 蔡奇生因此提议人力部重新检讨外劳税的标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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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